读美国热点话题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因为警方难以解释清楚 为什么在嫌犯萨尔瓦多拉莫斯开枪射击之后 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才结束这一事件 遇害者家人的悲痛被愤怒和失望加剧 这个大多数居民为西语义的社区 对警察迟缓的应对愈发不满 批评声也越来越大 有专家表示 大多数大规模枪击事件 一般在几分钟之内就会结束 德州公共安全部门发言人维克多·艾斯卡龙 在5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拉莫斯进入案发的罗布小学之前 没有与住校警察接触 这与之前的信息矛盾 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警察应对措施的质疑 德州和华盛顿的一些议员 也把焦点从拉莫斯使用的武器 转移到事件被拖延了一个小时上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给出了另外一个更让人感到可怕的信息 报道称 警方公布的一份新的时间表现是 拉莫斯在进入学校之前 在外面逗留了12分钟 而且还曾开枪射击 艾斯卡龙也表示 他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段时间 没人阻止拉莫斯进入学校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5月26日晚上发表讲话 称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 顿巴斯地区的所作所为 明显是种族灭绝政策 他还表示 对俄罗斯施压实际上是在拯救生命 并称每一次拖延、争论或安抚俄罗斯 都会导致新的乌克兰人被杀害 纽约州一家上诉法院 5月26日做出裁决 要求前总统特朗普必须作证 回答纽约州总检察长 对其商业行为进行的民事调查 这一裁决驳回了特朗普此前宣称 他可以免于作证 以避免他的证词可能被用于 同时进行的刑事调查的说法 马斯克发布推文称 把亿万富豪当作贬义词 在道德上既愚蠢又错误 这一言论在推特上迅速引起了热议 支持他的人称 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像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豪 而不是像比尔盖茨那样的 反对者则表示 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公平 hashtag亿万富豪的话题 登上推特趋势榜第二的位置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子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